大家总期待风和日丽才适合出游呢 而大陆旅游界有一句话说 中国有十分美 七分在西北 的确后疫情时期 本土旅游大爆发 这也使得拥有多处秘境的西北地区翻红了 像是我们曾经为您介绍过的天空之境 茶卡湖 还有就是柴岛墓盆地的深处 您看这样子是不是很像恶魔之眼呢 另外堪称最孤独 最像火星的芒岚市 有人说这照片简直就是土星环 好 我马上带您欣赏这些鬼斧神工 北风霞带着风沙 刮食着戈壁 寸草不深的荒原 孤绝的养丹地貌 这里是青海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区的芒岚市 也被称为最孤独 最像火星的小镇 而在荒漠上真的出现一座火星基地 吸引大陆的央视记者前去探险 我们现在迷失在了荒漠里 因为没有信号 所以导航没有办法导路 我们下去看一看 离开了小镇 风景越来越荒凉 最后甚至连手机也没了讯号 迷失在荒漠里 它中间这个黑色的一直往前延伸的像是一条路 但是不确定前面是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只能是往前走 试试看吧 寻着留在荒地上的车印 记者持续往前行进 地平线好像无尽延伸 看不到尽头 终于看到一丝希望 你是那个营地的副作人是吗 是的 就在那个 你就这吧 我车瞧一下头 我带你们到营地好吧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抵达火星营地 在我身后的就是火星营地的太空舱 让我们一起进去体验一下 来到火星是什么样的感觉 放到这上面什么 把身份证放在识别区 地球人身后地球通过 好 地球人 你好 请保管好您的身份证 好 现在我给您一本 咱们这边的火星护照 领到火星护照 营地的探险正式开始 火星营地的通道 这个通道蓝色的灯锅 还挺有这种感觉的 对 有没有一种 时光走容的感觉 对 时光穿梭 在火星营地里 没有双人房套房 全部比照太空人生活 睡进睡眠舱 我想到是比较会有拥挤感 但其实是没有的 还蛮宽敞 直腰也是可以直的 我的脑袋和上面 还有一点距离 我的身高是一米六六 探索完火星基地 室外也能来场火星冒险 我们现在就穿好了宇航服 准备去探索火星地表 走 跟着向导的步伐 这里是地球最像火星的地方 沉浸式的火星营地体验 两天一夜 要价约8500块台币 租太空桩 一小时是3500块钱 不算便宜 但独特体验 让亚丹的地貌 更有故事性了 在同一自治州的柴达木盆地 还有一处恶魔之眼 在我右边的就是艾肯泉了 可以看到它是在草原湿地当中的 一汪泉水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它的旁边 确实是没有任何的植被生长的 从空中鸟看 艾肯泉像只大眼睛 中心的泉眼 喷涌而出的浪花像是瞳孔 不过泉水的四周寸草不深 被当地人说是恶魔的眼睛 原来艾肯泉是从地下涌上来的泉水 并且携带了硫 铺 铁 钙等化学元素 当泉水涌上来的时候 跟地表的土壤发生了氧化作用 红褐色 金黄色的土壤 富含矿物质不适合植物生长 但据说也是因为泉水 富含矿物质有要用的价值 等待当地人开发利用 而早就被开发文明世界的天空之境 也在侵寒 查卡普湖水平静如镜 映照着蓝天白云 由于湖水富含纳岩 岩层较厚 贴近浮面 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 一生必去的五十五个地方之一 最适合旅游的季节是 夏季的七八月份 无风的艳阳天 湖水反射的效果最好 它这个底下全都是岩是吧 对 这些都是我们的岩 我发现它的脚感很好 对 特别的舒服 对 有种踩在雪地上的感觉 对 白天有查卡湖的美景 在深入柴达木盆地大柴淡地区 还有一处秘境翡翠湖 我们现在起飞 好像是被绿翡翠镶嵌在大地上 这是大柴淡化工厂盐湖采矿区 面积六平方公里 目前已经废弃 成为还没被开发的旅游处女地 还保留着矿区的原始风貌 而且可以搭上透明的小船 在盐湖上荡漾 是一处类似于查卡天空之境 但是却有不同的风情 而到了晚上 还有浩瀚的银河等着你 现在马上就要到大柴淡的星空营地了 它是一个藏在沙漠和戈壁滩中的 星空营地 照片当中的星空营地 可以清晰看到银河繁星令人向往 而特别的是不用露宿荒野 在这儿有酷似蒙古包的帐篷 躺着就能看星星 里面可以容纳几个人来接触呢 咱们这儿的话通常就是容纳两个人 两个人的话咱们配有标间或者是大床 里面都有毒味加湿器 所有的网络全覆盖 一座星空帐篷还配有浴室热水器 床前的帘子拉开是透明的塑胶布 夜幕降临可以躺着观星好不浪漫 而一样看好星空商机的 还有宁夏省中卫市的藤格里沙漠边缘 也有一座观星酒店 沙坡头沙漠星星酒店 耗资1.4亿人民币 住一晚约合台币8546元 价格堪比五星级酒店 中国社科院旅游中心调查 2020年大陆游客假期周边游的偏好比例 由64.4% 到了2021年下降到48.1% 反而是省外游从25.9%上升到45.8% 显示2021年跨省的长途旅游 成为旅游的主战场 而未来几年全球的疫情尚未解封 大陆的消费者旅游将会选择走向自然 了解人文历史为主 这让位处偏远的西北各社 无不结合当地的自然风光 主打沉浸式的人文体验吸引游客 TVBN新闻综合报道